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领域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B权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B权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银口市第二高级中学 从2015年开始承担西藏班教学任务 在学校得益活动时 姚华明与高一年级的西藏班学生亲切交流 询问他们在校学习 生活情况 他说在内地办西藏班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战略决策 办好西藏班就是要让西藏孩子 能实实在在学到知识和本领 姚华明叮嘱老师对西藏学生精心呵护 细心培育 鼓励西藏班学生珍惜机会 努力学习 不要辜负家乡父老的希望 为西藏和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 姚华明还来到银口清真东寺 实地查看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建设情况 希望银口广大宗教界人士 继续发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 旗帜先明 反对宗教极端思想 通过科学解经 引导广大信教群众 正确理解宗教教义 让大家都能安安心心 发展经济 改善生活 姚华明强调 权势统战系统 要始终坚持12个必须 这一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方针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源 一是旗帜先明讲政治 坚持党的领导 强化政治引领 把两个维护贯穿到统战工作各方面 二是聚焦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 更加规范有序 生动活泼 三是聚焦促进两个健康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弘扬企业家精神 引导非公有职企业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四是聚焦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提高宗教事务 治理法治化水平 五是聚焦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 建功立业 积极投身 改革创新一线 施展才华和报复 六是聚焦自身建设 屡职尽责 完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机制 加强统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为引口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汇聚团结奋斗磅礴力量 是领导郑校刚 李秀斌参加调研和座谈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 是共建共治共享 同心建心安心 今天 FM94.9 温州综合广播健康导医 邀请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副院长吕伟来到直播室 跟大家聊聊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话题 吕伟佑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副院长 精神科主任医师 中级心理治疗师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网络精神医学组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精神病院分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心理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非公立医院协会 精神心理分会常务委员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 第七届常务理事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 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 浙江省精神卫生专科联盟 双相障碍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专业擅长 老年焦虑抑郁 睡眠障碍 记忆力障碍诊疗 门诊时间 周一下午周五全天 周四下午VIP门诊 一、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及表现 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 一般有焦虑、抑郁、疑病 莫名的躯体不适等 尤其以焦虑 抑郁最为常见 抑郁表现 一、情绪低落 常常感到闷闷不乐 持续的悲伤 对生活失去信心和乐趣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活着没有意义 二、活动减少 行为推缩 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 言语减少 变得不爱说话 甚至连日常的洗漱 穿衣等活动都觉得费力 三、思考问题变得缓慢 记忆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 四、莫名身体不适 可能会出现头痛、胃痛、乏力等身体不适症状 但去医院检查却没有发现明显的气质性病变 焦虑表现 一、精神性焦虑 总是处于一种莫名的紧张的状态 注意力不能集中 难以入睡 睡眠中一惊醒 对外界刺激敏感 无法放松 二、躯体性焦虑 这里面有运动性不安 运动性不安可表现搓手顿足 不能静坐 不停地来回走动 无目的小动作增多 紧张性头痛 肢体震颤 甚至语音发颤 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心慌 心悸 胸闷气短 头晕头痛 皮肤潮红 出汗或苍白 口干 还有胃肠道症状和尿平等表现 二、导致老年人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 一、生理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大脑功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神经地质的分泌也可能出现异常 这些生理变化可能会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 长期服用各种慢性病药物的副作用 也可能导致心理问题 二、心理社会因素 一、子女离家失去了重要的陪伴 容易感到孤独 二、社交圈子缩小 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变少 三、生活中的陪伴和情感支持消失 四、身体机能下降 容易患上各种疾病 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过度关注 五、经济压力 六、生活环境变化 适应困难 七、频繁经历亲人朋友离世 重大疾病 长期孤独的心理创伤等 三、老年人心理问题如何调适 吃好 合理饮食 多吃新鲜蔬果 全穀物 优质蛋白等 控制糖盐摄入 睡好 保证充足睡眠 建立规律时间表 营造良好睡眠环境 避免晚上进行刺激性活动 玩好 培养兴趣爱好 学习新技能 可报名课程或自学 参加培训与他人交流 重拾年轻时兴趣或探索新领域 练好 适度运动 选择适合的方式如散步 太极拳 瑜伽等 病气锻炼 心态好 保持积极心态 学会感恩 回忆美好 并向他人表达感恩 培养乐观心态 积极看待问题 用幽默面的挑战 接受变化 适应身体和生活环境变化 尝试新事物和生活方式 互动好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与家人保持联系 沟通交流 参与家庭决策 拓展社交圈子 参加社区活动和兴趣小组 维护良好人际关系 倾听理解他人 主动关心他人 健康导一播出时间 首播 温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4.9综合广播 周一至周五中午10点到11点 温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8对农广播 周一至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重播 温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4.9综合广播 周一至周日晚上21点到22点 健康导一 温州广电十家广播电视栏目 健康导一是温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十家广播电视栏目 是由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广播栏目 作为温州开办历史最悠久的一档广播医疗服务类栏目 2007年11月开播至今 已经邀请1000多位名医做客直播室 为数万名听众预约名医就诊 拥有温州各大公立医院数千位专家组成的民意联盟 与温州市卫健委联合推出的院长在线专栏 以及健康服务进基层等大型系列公益活动深入人心 栏目听众遍布温州 台州 沥水等周边地区 健康导一实现了音视频同步直播 线上线下全方位 多角度立体呈现的融媒体传播 健康导一栏目合作单位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温州市卫生监督所 温州市中心血栈 温州市急救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育婴儿童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掩饰光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温州市中心医院 温州市人民医院 温州市富幼保健院 温州市中心医院 温州市中心医结核医院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温州严谷超级掩饰光医院 温州广播全媒体原创稿件 法治进行时 北京人最爱看的法治资讯 犯罪分子最文风丧胆的正能量权威媒体 点击上方北京发布 订阅权威信息 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打掉一个 为境外电诈集团提供虚假投资软件的犯罪团伙 抓获是案人员14人 提起这个案件 还要从市主小王的一次恋爱经历说起 小王是一家公司白领 今年5月份 小王通过境外聊天软件 认识了一名女子 女子叫米丽 条件优越 不仅人年轻漂亮 收入还很高 在一家投资公司做经理 年薪百万 网络欲白富美 小王动了心 双方聊得很投机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随后的聊天过程中 米丽说她有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 只要购买少量虚拟货币 就可以赚大钱 并邀请小王一起投资 小王有些动心 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这款投资软件 开始充值投资 小王按照米丽的要求 牛党小事了几次 果然赚了 并成功提现了7000多块钱 这也让她彻底相信了 2024年5月24日这天 米丽说官方正在进行充值反例活动 只要投资虚拟币30万元 就可以获得平台反例 虚拟币4万元 小王认为这个反例可观 就投了一笔大额投资 并成功获得了平台的反例 几日后 在小王尝试提现时 发现系统提示账户异常 要求支付保证金 他先后又充值了十余万 直至银行卡里的168万元被榨干 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 随后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支队报了案 接到报警后 朝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 对小王提供的信息梳理分析 很快就锁定了投资平台制作人陈某 并以此为突破口 深挖出了一个分散躲藏在多个省份 为境外犯罪分子提供诈骗软件开发 维护服务的技术团队 经深入调查 专案组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 嫌疑人身份信息以及相关证据后 展开集中抓捕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一举将陈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当场缴获手机 电脑等一大批作案工具 在诈骗过程中 团伙业务员接到诈骗团伙的软件更新需求后 将任务下发给技术员 后者再根据客户需求将软件更新迭代 这些私人定制的诈骗软件可后台修改投资行情 大盘走势等数据 并利用小额回报来蛊惑受害人 吸引其不断加大投入 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民警提示 网络交友需谨慎 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和投资诱惑 不要点击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APP进行投资理财 同时呼吁大家关注并下载国家反诈APP 共同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如果被骗应及时拨打110报警 同时注意保留聊天记录 交易记录 联系方式等证据